将一团雪扔进钢卷之间 雪团快速融化 顺着缝隙流了下去 接着扔进钢卷中 蒸发产生水气 甚至能拖着雪团 在钢材表面滑来滑去 之后扔进一团棉花 或者一个冰块 无一例外都会被高温融化 那么看似普通的钢卷 为什么会有极高的温度呢 初步加工过的钢胚 被重新放进载热炉里进行加热 大概两个半小时后 达到1200度左右的炸制温度 顺着滚道来到粗炸机 在里面来回滚动 逐渐减少厚度 高压喷水去除表面氧化皮 以及其他重新加热后 可能留下的残留物 接着板材进入精炸机 开始进一步的压制 直至达到所需的厚度 喷水冷却后 来到卷取机 将薄钢板绕轴旋转组成钢带卷 然后平整 角直 横切或纵切 检验撑住后 运送至漏天场地 自然冷却 一般来说 钢铁在达到600度的时候 就会发红 但低于这个温度时 虽然外观上看上去和普通冷却后的钢铁无疑 但其表面温度 仍有上百度 像一般的棉花燃点在150度 至于让血团融化蒸发 更是达到100度就可以 因此之所以 钢卷能快速融化或点燃一些东西 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仍在冷却阶段 内部温度并没有完全消散 此时如果把手放上去 想必感觉一定会很刺激 但相比几百度的钢卷 烧红融化的钢铁汁水温度应该更高 可国外一小哥竟趴在流动的铁水旁 直接用手去劈铁水 并且本以为会被铁水烧伤的手掌事后却完好无损 这是怎么回事 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的铁水 为什么用手直接去碰却没有受伤呢 关键原因就在于 它的手掌必须处于一种湿润状态 即上面有水 这涉及一种莱顿弗洛斯特效应 当液体接触到温度远高于自身废点的物体表面时 在两物质的中间层面上会形成一个蒸汽层 从而阻隔两者的直接接触 用沾了水的手掌去劈铁水 费点在100度的水接触到高达1500度的铁汁 瞬间蒸发变成蒸汽 形成一层保护屏障 暂时阻隔铁水与手掌的接触 像光脚从烧红的木炭上走过去 利用的也是这个原理 不过由于水的蒸发较快 所以两者的接触时间不能太长 如果把手放在铁水下停留一段时间 或者是光脚在木炭上站一会儿 那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